央视也是给出双方胸上或是特写的镜头在会谈之时嘛 那报道更是单篇幅长达了三分多钟 看来似乎习近平跟央视非常在意前几天许多人传言的 圣上是否是个替身啊 那令各位反贼们的失望还有像是中国各大媒体啊 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东方日报、经济日报等等 通通都把习近平回归C位头版 所以习近平不仅不是替身之外他更没有丧权 习近平在消失21天之后啊 与月共主席会见中首度露面 那有些网友发现习近平的发型好像怪怪的哦 表示没有人会这样剪头发也没有人会这样剃头的 习近平以前也没有这样剃过头 我们可以发现后面这一块跟后面这一块被削掉了 还是说习近平你是想要留清朝的辫子 所以后面有一条这样子我不知道耶 除非是这个地方需要开刀对吧 而这个地方需要开刀你为了这个美观跟对称 你这边也必须要剃 而网友放大截图来看 我们阴影可以看见有一条深褐色的 疑似伤疤的这个痕迹 不是身体出问题就是权力谈判 所以啊我看来习近平还是没有被政变的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失望 我们就等到2035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小粉红过得一定是非常的幸福 习近平接见奥运选手后脑筋线手术疤痕 脑梗中风传言不是假的 可能性最大是这个手术 元老集体夺权失败李强击访莫斯科亲自辟谣 大谈加速打台湾时间来听听看网红八种怎么分析 与中国奥运队选手们集体会见拍照 而央视这次也大方的直接给出习近平的特写以及近景画面 这后面三场活动啊 央视足足给了18多分钟的画面 那我们可以发现央视还时不时的给出习近平跟奥运选手们近距离的互动镜头 很高兴同大家见面 在巴黎奥运会上你们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勇奔奸不复实力 取得了国家参加夏季奥运会境外参赛历史的最好的成绩 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组合人民赢得了荣誉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习近平会见了斐济总理布拉卡的时候 央视也是给出双方胸上或是特写的镜头在会谈之时 那报道更是单篇幅长达了三分多钟 看来似乎习近平跟央视非常在意前几天许多人传言的 圣上是否是个替身啊 因为你都只给修图后的照片或是远景的画面 对吧 而且你还延迟了三个多小时才发出来 那令各位反贼们的失望还有 像是中国各大媒体啊 人民日报 解放军日报 东方日报 经济日报 等等 通通都把习近平回归C位头版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几张报纸 只有名字不一样 之外 其他的牌版跟文字 基本一模一样 小斐红你们还要说没有党支部跟党媒这种东西吗 你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CNN 然后跟Fox的新闻版面 报纸全部都一模一样 中天跟三立的全部一模一样 所以习近平不仅不是提升之外 他更没有丧权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丧权的程度定义到哪里 在我定义的认知里面 50%以上才叫丧权 年底换领导人更是不可能的 胡春华年底接任中国国家主席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习近平真的在年底前发生出什么意外 真的是突发的那种 不然根据他的规划 他还必须执政到2035年了 想想我都觉得开心 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一点是什么呢 小粉猫们是不是要批判一下习近平 他没有接见香港队 以及你们所谓的中国台北队 请问是在把香港跟中国台北分裂出去吗 既然你们要秤好秤满 把港台的金牌也算进去 你们就要接见发放福利啊 对吧 你们也要发奖金啊 不要说港台很落后 你要确定你说这个话 连贵州的选手 山东的选手 河北的选手都有见 你说台湾跟香港的经济条件 比这些地方还差吗 没有白嫖这种事情啊 还是说你们生活中都是这样啊 员工白嫖薪水躺平 每天上班三个小时 老板白嫖员工时间 让员工上班十二个小时 点外卖常常弃单 不然就是吃饭不付钱 然后再跟这些老板们 员工们 外送员们说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初羽球决赛 你们不是都说 哎不管台湾赢啊 中国赢啊 都是中国赢啊 发钱啊 接见啊 我们去不去的是一回事 你要先对我们发出邀请 我们才知道你要接见了对吧 而现在还有一条新的传闻出来了 习近平在消失21天之后啊 与月共主席会见中 首度露面 那有些网友发现 习近平的发型 好像怪怪的哦 表示没有人会这样剪头发 也没有人会这样剃头的 习近平以前也没有这样剃过头 我们可以发现 后面这一块 跟后面这一块 被消掉了 还是说习近平 你是想要留清朝的辫子 所以后面有一条这样子 我不知道哎 除非是这个地方需要开刀 对吧 而这个地方需要开刀 你为了这个美观跟对称 你这边也必须要剃 而网友放大截图来看 我们阴影可以看见 有一条深褐色的 疑似伤疤疤的 这个痕迹 当然我们先假设 这真的是伤疤 没有什么光线 或是什么 画质的影响 或是镜头的影响 我们先撇开这些不说好 那下面就有网友回啊 这是耳后开刀啊 我家人也开过 也是剃法剃那个位置而已 三叉神经异常 导致面部肌肉失衡 所以开刀治疗 那有些网友反驳说 就算开这边也是算开头部啊 开头部不是都要全剃的吗 那我也上网查了一下 确实啊 如果是开这个地方 确实只要剃这里而已 更何况 我们假设习近平真的开刀了 那也不可能剃个大光头出来 给全世界看 习近平顶一个大光头 然后见苏共主席 那全世界都可以 证实习近平身体出状况了 他不是头部开刀 不然就是化疗 对吧 所以 能在不剃的情况下 尽量不剃 是吧 如果是局部的话 二十几天 其实够长出这个地方 三分头或五分头了 而伤疤也可以 较为盖住 是吧 你剃个大光头 怎么盖啊 一看就知道你化疗 或是你这个 做开路手术 当然我还找到一种 治疗三叉神经的方法叫做加码刀治疗法 这是不需要开刀的 十二年前台湾就有相关的疗程 但是这个取决于实际情况判定 那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后 接见了意大利总理 并且也参加了前越共主席的高别式 对吧 那这些通通都被延后发涂 因为要修涂润色一下 那我想应该多少有些关系啊 可能是气色真的已经很差了 对吧 在开刀前 这个睡不好 老是水肿 这个气色也不好 明显有这个病态 所以需要修涂 那在习近平消逝的这21天内 有可能就是去做了这个手术 以及禁养 而因为先前也答应了各种 国家元首接待的行程 所以习近平不得已出来 接见越共主席 当天呢 他可能还没有修养完 所以啊 现场就是远景长镜头 那禁景或是特写 都是要过两三个小时 确认过之后 修涂过之后 才发出去的 那估计习近平那天的气色跟精神 应该还没完全恢复 所以这样子搞 那如果依据习近平真的生病的话 合理推测 是这样 那毕竟这次习近平消失的时间 确实太久了 不是身体出问题 就是权力谈判 但是在世界的另一头 昨天啊 中国总理李强到访了俄罗斯 并且提到了中俄双方的友谊 如何如何 在习近平主席跟普丁总统的战略引导下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 等等等等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势是这样子 在俄国现在被反攻的情况下 中共国还派总理出访俄国 而这个是受了俄方的邀约 而不是中国主动提出的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要俄国加码 否则我中国要放弃你 还是我中国全力支持你 毕竟你传唤我 我必须得到 因为啊 俄国被打垮 我就是下一个 又或者是说 李强 因为习近平被政变 被架空了 他没有权力了 我代表后面的新政府 来去跟普丁谈 我要亲美啦 你滚蛋吧 你别再拖垮我们了 让我们一起被你抵制 你还把我们的银行 跟我们一些地方 做成白手套 我不爽啦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在我看来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这样搞 可能是中国要主动提这个邀约 而来的人可能会是 俄国的代表 你们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现阶段来说 那看来啊 习近平在这次的北戴河会议上 还是取得了胜利 如果习近平被架空 被斗垮 甚至被软禁 那第一个 我们能最直观感受到的是什么 外交层面 不然你们政变习近平的意义在哪里 不就是大着习近平在倒行逆施 跟北约还有西方国家交恶 让中国的经济大不如前 所以这个时间 即便你夺权了 你怎么可能继续 亲俄反美反日呢 而且我觉得也蛮搞笑的 越南主席前几天接见习近平 在越南自己的官方提到的是 越南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代理人 去斗争另外一个国家 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 结果中国官方直接简化成 越南坚决独立自主 仅此那你就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搞啦 因为越南跟中国在南海 也是有领土领海纠纷的 所以越南说的 不成为任何人的代理人 去斗争另外一个国家 不仅仅是说欧美或西方 也是说中国 是吧 因为毕竟越南跟美国 没有直接的领土纠纷 但是跟你中国是有的 所以在面对这种 绝对利益之下 真的不好说 而中共为了面子 所以直接简化 越南坚决独立自主 你是不就是讲废话吗 不然越南还是你大明朝的一部分是吧 所以在这种模式之下 我认为习近平目前啊 还是大权在握的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层面来发现 习近平并没有被政变成功 看啊8月21号 也就是刚刚5点34分的消息 福建大学啊 报导出一篇 我们展开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福建溯源的活动哦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 所以啊 我们都要围绕着习近平的思想 去做这件事情 不仅在福州 泉州 晋江 宁德 通通都展开了习近平的研讨会 跟主题展 你看到从7月9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 通通都有这些模式 包含了三中全会期间 还有北戴尔会期间 对吧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图片写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第二卷 证书一试 如果 习近平已经被政变成功了 哇那这福建这几个大学 必须 校领导 校委书记要出大事 你政治战错队了 我相信从这个毛时代 邓时代 甚至江时代 你政治战错队的下场 都不太好过 当然这个是有分这个轻重的哈 所以啊 我看来习近平还是没有被政变了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失望了 我们就等到2035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小粉红过的一定是 非常的幸福 反正过得惨不惨的 嗨 我相信最直观的感受应该是你们 因为我们不是中共国人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的内容 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九 下次见了 拜